不同老师的拖堂时间 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大帅气的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简直就是永远的神 上课从来不拖堂 有时候我还会提前十分钟下课 跑去食堂吃新鲜的第一口饭菜 第二个是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讲的课太深奥了 那些数学题认识我 可是我完全认不到他们 像一加一 二加二我还能勉强答对 不过数学老师跟体育老师一样 从不拖堂 到点就下课不要太舒服 第三个是英语老师 明明26个字母我全都认识 可是组合在一起 我怎么就不认识了 每次上课都跟听天书一样 老师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班上人都走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英语老师有没有拖堂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第四个就是语文老师 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了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 我听得懂的了 平时只要把那些课文 都给背了 我就能考及格 可是语文老师太喜欢拖堂了 每次下课都要拖 有时候几分钟 有时候直接拖到下节课开始 我想去厕所都去不了 冬星辻 下课就等acional 语文蘭 不 Stacy 谢谢大家